再隆重介紹一下 黃哥里拉是來自台東 台東鐵花村 他其實是這邊呢 算是這邊 創村以來就一直在這邊活動的一個小孩 不知不覺他也長大了 現在已經大學生 然後因為暑假的關係呢 他就有回到這邊來一起幫忙 然後他有負責一個很特別的項目叫做蟑螂歌手 我們蟑螂歌手請他自己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黃哥里拉 然後我是鐵花村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負責的小舞台是一個叫做蟑螂歌手的自由舞台 為什麼叫蟑螂歌手呢 就是因為那邊的鐵花徒步區上面都是張樹 然後張樹下的廊道有這個小舞台 所以就叫做蟑螂歌手 鐵花小舞台 然後呢 不管你要唱歌 跳舞 或是做任何形式的表演 都可以上 蟑螂歌手的粉絲專頁 FB搜尋 鐵花新聚落 然後上面有我們詳細的報名資訊 然後還有線上的報名表單 只要填了之後我就會打電話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跟我敲定時間 然後對我就是純粹上來打這個廣告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搜尋 鐵花新聚落 謝謝 然後我今天要唱一首歌 這首歌叫做 喔 8月 8月15 8月15號 這個禮拜六 我們會有一個表演 叫做臥虎長龍 臥虎長龍是什麼呢 就是鐵花村的員工 在那天都會 就是 跑唱舞台 來 唱歌給大家聽 然後 就 郁芝祥請上鐵花村的官方網站 沒錯 沒錯 然後 好啦 真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預購 然後我唱這首歌算是 試聽版 這首歌叫做 這個世界會好嗎 對 我心情 這首歌叫做 他们抛弃了我 像歌唱一样 抛弃了我 我是多么爱你 当我歌唱的时候 我爱你 只是那些猛烈的惊喜 在睡不着的时候 折磨着我 我那死去的父亲 在没有星星的夜晚 看着你 妈妈 我会在夏天开放吗 像你曾经的容颜 那样 妈妈 这正是我会持久吗 这个世界 很好吗 忘记一些你的委屈 我爱你 在回头光旺的时候 迷失了自己 我的 正在老去的身体 从某一点开始就在渐渐失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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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然爱上了她 像歌唱一样 就爱上了她 我爱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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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当你又回首一切 这个世界 会好吗 我爱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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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他们抛弃了我 像歌唱一样 抛弃了我 妈妈 我是多么爱你 当我歌唱的时候 我爱你 谢谢 这个世界会好吗 大家8月15号 要记得来看《波虎长龙》 然后接下来 两首歌 由我们的实习生 林姐 大家感谢